首先呢 这题要解答的问题是 他给我们留言了 故事写的非常的长 他讲说呢 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本身是绿卡嘛 三年里面已经拿了两次的回美证了 那去年呢 这个申请绿卡 那在这里都等等等了五个月 一直都等不到他的回美证批下来 那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他去年在七月份的时候 就回香港去了 那在香港呢 这个已经在那边成家 然后已经在那边很忙了 结果这个在美国的家人收到 在年底的时候 11月份左右已经收到他的回美证了 那现在在想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去年11月收到回美证 那他有没有必要再继续感到说 在一年之内回来吗 因为他去年是7月份离开的嘛 那需要赶快就是很紧凑的 赶在今年7月份之前赶快回来吗 因为他问过律师哦 就算手上有回美证 最好还是要在一年之内 要有进出的这个情况 而不要拖太久哦 那现在又是疫情嘛 他在香港就已经成家了 他不想放弃绿卡 可是又不想要这样子 为了这个回美证的问题 或者是要进进出出这个美国的问题 来做这个烦恼哦 所以他在想想 我们的专家可不可以给他 一个好一点的建议哦 如果呢 万一放弃绿卡 在香港办就好 还是要回来美国办 那万一已经放弃了 以后进出美国 是不是又更麻烦呢 这是到底应该怎么解 可以把他这个情况讲清楚 怎么样是对他最好的呢 今天呢我们够好小天使 为大家找到的这个移民专家呢 是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杨经理Cindy哦 非常熟悉我们的这个移民法 我们请Cindy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Cindy早安 嘿早上好 我们很多朋友呢 如果是像这位朋友呢 如果是像这位朋友在香港长期居住 那他就是在美国时间肯定很短嘛 他就申请一本回美证 回美证的作用呢 就是说在回美证的有效期之内 你回美国的时候呢 等于美国已经 我先给你申请 移民局已经同意我说 可以你在这个期间之前回来就好了 所以呢这位朋友哈 您是去年7月份离开 那今年呢7月份如果你不想回来 你首先看看你那个回美证的 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呢 我听他说他三年申请了两本 三年申请了两本 就有可能有效期是一年 而不是两年 所以首先看清楚 你的回美证的那个到期日 就是印在回美证上面 跟你的申请预期没关系 回美证上的那个有效期 是到哪一天为止 先看清楚 那个是什么时间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回来的最晚最晚的时间 一定不能超过那个时间 如果超过了呢 这个回美证对你的保护作用 就完全没有了 不是说你说 我回美证过期了 我也给他看 反正我申请了 那过期了就对你没有保护作用 所以第一个 你要看清楚这个时间 第二个就是他问说 那他要不要一年之内 人家说有回美证 你虽然就是有回美证 可以往回来 但是是不是最好 也是在一年之内回来呢 答案是对的 就是你最好是就算用回美证 你呢也是一年之内回来一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移民法上有个规定啊 如果你一次离开美国超过一年以上 你呢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居住的年限 计算方法就是之前的都不算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用嘛 就是在你将来要考公民入籍的时候会用到这个 咱们入籍不是说拿到绿卡五年对吧 一般的人是绿卡五年嘛 跟公民结婚什么是三年 这个五年的计算 就是说你有任何一次旅行出去 不能超过一年 如果你超过一年了 那算你回来 比如说我上这个朋友是去年去月走的 对吧 今年比如说他说我去月份不想回来 我11月再回来 那你今年2021年的11月回来 你是超过一年了对吧 你超过一年了 如果以后你要入籍呢 你在今年11月11号之前的 所有在美国住的时间都不算 要从今年11月11号以后重新算五年 然后这个五年里面你要够两年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律师会跟你说 你就算有了回美战 你最好也是一年回来一下 哪怕你回来的时间很短 然后你再个一星期两星期又走了 那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时间计算方法 就不会让你从头再算五年 所以这个是一年 为什么会有一年这么一说 那后来那这位朋友 当然你最好一年回来一次对不对 如果你实在不能回来 就在你回美战的到期日之前 最后那个日期 你说我不care我也不要考公民 那你真的有事情 那你就是不要这个 一定要在回美战到期之前回来 而且即便你是在回美战到期之前入定的 也不能够保证说你在入定的这个海关移民局这边 移民官不会刁难你 有回美战有时候他也会刁难你 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么几年都没有在美国住啊 你再回美战也没有用啊 你就干脆把绿塔放弃了 他会直接这样跟你讲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能回来 最好就是不要超过一年 回来一下 然后呢你就再回去 下次再来 这样会比较好 那对有些方刚才这个朋友问说 那他如果真的是他想要去 哎呀这个跑起来太费力了 对 我在香港工作 我在香港生活 对吧 我的家里人 我太太还是在香港 我不要这样跑 广东话都学好了 那怎么办呢 想放弃可以吗 那怎么办 放弃的话当然可以 放弃呢有两种方式是比较简单的啦 一种方式就是 您在下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那既然要放弃你就无所谓了 你就这个想在国外 香港待多久待多久 等你想回来的时候 你回每天不也过期什么都过期吗 你入境的时候 你肯定如实讲嘛 出去多久 你就说我出去了两年三年什么的 那他说那你这样 你就应该放弃绿卡了 你说好啊我放弃啊 在机场马上给你一个表格 你就填 填完签个字 他就放弃了就结束了 然后他也不会让你原机填返 他会让你进来 就这一次他说好了 你进去你多久 你也不会待久嘛 你说我待两个星期一个月 OK 他给你 你就待没问题 然后到时候你就走 所以这是一种放弃方法 就是在入境的时候 在这个机场放弃 还有一种呢 你说我这个放弃了 不表示我永远都不去美国了吧 我可能 我家里不是还有长辈在美国吗 像这个朋友 我可能还有时候会要去美国 看一看我的长辈啊 或者朋友说去旅游 那么你另外一种 比较好的放弃方式就是 你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 去填表放弃 填表放弃 那放弃以后 你要求他说我放弃了 然后去领馆申请一个 你给我一个签证嘛 旅游签证 这样我可以 我不能强住 但偶然间我还是要去 那这种机会呢 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领馆放弃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个问题 看你利卡拿的年份有多久 年份够久的话呢 就还有一个税务的问题 可能那要领馆的移民官 让你先去拿一个这个税务的 放弃的这个clearance的文件 哦 有没有把税缴清楚了 没签钱 对 才能给你放弃 但是如果你利卡拿到的是 时间比较短 大概三年五年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税务的问题 您就要跟这个会计师税务师 咨询清楚 但你要做决定 要放弃了他的时候 哇 好的 哇 所以它只是一个问题 但里面藏了三四个这个小题 那刚好我们的这个杨经理 Cindy一一解答了 希望我们这个听众你有听到 可以顺利的转给你这个亲戚 因为他这个留言留这么长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 我们杨经理 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 所解答的每一题问题呢 找到YouTube平台上面 上了这个YouTube以后 找无事不登三宝店 然后你找法律 或者找移民 你都可以把我们今天 所有的这个答案找出来 然后转给你的朋友听哦